扶到路邊 他有受傷嗎 沒有 但是他是想要給車掛 來 我先扶你到路邊 高雄員警巡邏途中 看到一名白衣女子 情緒激動躺在大馬路中間 就怕人車往來發生意外 趕緊上前了解情況 來 我們先到路邊 有事好好用講的 來 我們先起來 先起來 先站起來 訣言女子沒受傷後 女警不斷安撫情緒 嘗試將人帶到人行道 但白衣女子還是不斷哭喊 想回家 一問才知道 躺在馬路上的陽性女子 是中國大陸籍 和台灣先生常年定居大陸 過年期間 帶著媽媽回台補辦婚禮 但和婆婆因為生活習慣 等問題發生爭執 陽性女子一氣之下 才橫躺車道 應該不是車禍 可能是在吵架 叫我車來 要穿車去 我們就看這樣而已 那是幾個人在那裡 就有三個警察 讓他們幾個人去而已 他們都會穿白衫 會穿幾個 這樣 還有孩子嗎 有孩子 救護照到場前 遠景持續與年輕的夫妻溝通 並將人送到凱旋醫院 等情緒穩定 進一步檢查有沒有受傷 兩女在警告部通下安全抵達 醫院所幸無論傷亡 後續依相關規定通報犯癢 清關難斷家務事 女子因為情緒失控 橫躺大馬路 不但問題沒解決 假設發生意外 還可能替自己生活造成更大麻煩 TVBS新聞 愛朝賢 高雄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